孤獨事務大臣 嚇死人吧 嚇死人 還有孤獨事務 還有大臣 不過這點我斷聽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 我們世界是以血緣為中心的世界 所以跟爸爸媽媽 不管感情好不好 他 你都會照顧他 他也會照顧你 所以我們親戚朋友很重要 日本人交不到朋友 日本人沒有朋友 他們是組織型的世界 所以沒有好好的上班 沒有好好維持人際關係 到最後就剩下一個人 所以他們 他們租房子 都是一個人一間的房子 所以經常 現在 死在裡面 然後很久沒有被發現 很多電影都拍了 應該超過十年的 送行者的樂章 看過嗎 看過 音樂超厲害的 對 那個就要說這個 後來又有一種專門的職業 在幫人家整理遺物的 也有 所以日本人的孤獨感 這是日本人的特徵 日本人喜歡一個人 喜歡一個人 所以你有吃過一欄拉麵嗎 有啊 你看 那個是在疫情之前 他就超前準備了不是嗎 對齁 他都不用隔板 隔好啦 那你 對齁 隔板從一欄拉麵 現在美女主持人 你第一次去吃一欄拉麵的時候 當然是疫情前嘛 你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我覺得很好玩啊 黑書中心可以吃麵 那為什麼一個人一格吃飯 好好地面對那個麵 吃 認真 專心 這當然是好的方便想 另外一個是說 沒朋友 他們想被打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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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朋友跟自己一起去吃飯 這件事情 固定幫你隔開 你就一個人來吃嘛 你知道嗎 在日本的大學裡面 中午啊 廁所都是都是客滿的 日本的大學生在廁所裡面 你們女生用的那種廁所 不是我們站著那種廁所 吃飯吃便當 什麼 理由是有一個 怕被其他人看到自己一個人 孤單的吃飯 沒有朋友 然後我念過的經驗 你在講是真的嗎 真的耶 你谷狗 在廁所吃便當 那吃的下去嗎 所以日本人 日本人愛乾淨 日本人來到台灣 或我的學生來到我教室 你們來台灣之後 還會在廁所裡面吃飯嗎 竟然回到我說 老師台灣的廁所比較臭 不過理由當然 學問上不是這樣 學問上不是這樣 而是怕自己沒有朋友 這件事情被發現 所以他們不容易交到朋友 這件事 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是一個很強力的特徵 所以DNA 他們本來一定不容易交朋友 從幼稚園到小學去 可是又渴望交朋友 我要唱一首歌嗎 可以啊 現在KTV可以唱歌 我們都歡迎練歌 我如果上了一年級 從幼稚園變成一年級 我想像著可以交到一百個朋友 我們從來不唱那種歌的 自動全部都朋友 我等一下跟所有的攝影師打招呼 我們有那個能力 日本人想交朋友 想交朋友 非常害羞 個性 另外也被規制說 不要打擾到別人 所以 他們很怕麻煩別人 Yes 生病也要自己去上班 下班 不敢麻煩隔壁同事 所以一個人 我們沒生病都麻煩別人 我們在覺得 要鼓勵大家繼續下去 我們覺得孤獨死是很可憐的事 對 日本說不定覺得某一些人 所以已經人生到最後了 然後旁邊也沒人了 自己一個人好好的死去 說不定是一種美感 是一種美感 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身後事處理完 悲劇是美感 所以他們比我們更早就發生 去年輕生的人 自殺的兩萬零九百一十多人 大增加特別是女性 你要呼籲一下女性嗎 這女生啊 女性大增加 女性女生輕生率兩年來明顯上升 日本大概三十年都是 車禍的人少 自殺的人多 我們這邊都是車禍 四十個小學國中高中生 也是一九八零年以來的最高欺負 四十年以來最高欺負 這有可能被霸凌的 我們這裡在學校被欺負 自殺的不多 我不能這樣說 不多 但是日本每年都會發生很多件 為什麼這兩年跳那麼快 女生更多 為什麼 女生因為比較弱勢 在職場上 近兩年發生的事情 你已經知道了嗎 傳染病 肺炎 所以首先被開除了都是女性 就是打工的 像我比較幸運一點 我疫情前疫情後的收入差不多 但是有些人比如說兼職的人 沒有上班 就沒有錢 所以那邊就相對 現在是在劉強太弱 所以弱的那邊要更厲害一點 但是現在岸田倫雄內閣出來之後 首先要解救的 就是稍微弱一點的這邊 錢會一直丟出來 我們好好期待 高市早苗也是女生 應該站出來幫女生做點事情 高市早苗是生物學上的女生 但是腦袋裡面不是女生 什麼生物學上女生 所以他超強硬 知雄同體就對了 他超強硬的 強硬到爆 完全不像女生 但是他當然是女生 OK 有一個新的希望了